拿出孩子的诊断证明书 上面写下头部外伤脑震荡 肢体还有多处挫伤 做家长的心都碎了 尤其看到这一幕 黄同学先是被动手推 接着就直接被摔倒在地 因为黄同学发展 持缓成了其他孩子欺负的目标 家长控诉孩子九月初 就已经被打两次 但扳倒都没有通报 十二号第三次被打后 家长才终于得知消息 隔天马上到学校说孩子被霸凌 没想到十五号又被同学攻击 开学短短十五天就被打了四次 让家长气得说校方态度消极 才会让这种状况一再发生 执疑学校没有严惩施暴同学 反而拿被害者开刀 更困惑事发后 学校主任一直强调 家长没有提交霸凌申请 执疑是不是事件在网路上发酵后 校方才希望赶快调查 有关涉案或者是涉嫌的这些学生 我们都已经调查完毕了 我们是希望说在学生的部分 能够进行矫正然后那个辅导 基隆市教育处出面缓夹 强调学校有主动调查 不过黄同学受伤后到医院检查 还发现涨了脑瘤 现在家长只希望学校能重视霸凌事件 别让孩子上个学伤很累累 每天担心受怕 华世新闻中 请终于就话评是李琪廷 基隆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